两位 谢谢鞋 来 陈光 来看看 这进度还挺快啊 顶都掉好了 小王 你看还缺点啥 咱们再给 看看 这边 怎么搞的这么不小 你砸这人怎么办啊你 江厅长 你是怎么搞的 你知不知道这个料 能有多少钱啊 对不起啊 真对不起啊 老板 这个月工钱我不要了 你买盏灯 赔给他们 不行不行 你还不能走 等一下我把灯买回来了 你今天给我装上 不装了 你要是买回来了 我再打碎 拿什么赔给人家呀 这一下子 你让我上哪儿找人去 这可是人家结婚的心法 今天不管怎么说 你要把灯给我装好了 是啊是啊是啊 不着急啊 咱们这个 人有事什么 马有尸体 这也不是故意的 不敢啊 再买一盏灯装上 到时候结账的时候 一块算 周经理 你可真是好人哪 听见没有 还不赶紧谢谢人家 钱我不要了 就当赔偿费 我不干了 对不起 回来 回来 你这个人发什么审情啊你 你怎么回事 你说话啊 江本东 我没有没有 我没有没有 这样 你去买灯吧 这儿这事呢交给我了 那行 你没看出来 这小子脑子有毛病 没事 这病我能治 喂 好 江玉东 你看这么多年不见 你混得挺好的 这房子 让你装得多漂亮 你就别再安慰我了 你不笑话我 我就感激不尽了 你那算什么话呀 你从农村到城市 成了一个装修技工 完全是靠自己的本职吃饭 是不是 对不对 不是 你们是不是要结婚了 相比之下 这你又说什么呢 微东哥 你来的实在是太巧了 本来想找人通知你 让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呢 我们的婚礼呀 你一定得来啊 行 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来吧